市長,這兩天陳信宇局長在跟工會座談 被錄音,然後被提供給藍營 你針對這個錄音的部分,你的感想是什麼 這個局長跟工會座談,然後被錄音 錄音被曝光,你的感想是什麼 我不曉得,其實 不過我是這樣,因為我知道這種爆料的文化 我個人每次想說,講的都要假設全天下都知道 你的態度怎麼差那麼多 我2019年把喬丹的錄音公布給大家的時候 你多生氣啊 你說我的市府是這樣跟你竊聽的嗎 你為什麼這次對藍營的這些議員沒有這麼神奇 你的市府有沒有被他們竊聽 但是我覺得這種還是不好的文化 人與人之間要信任 動不動就爆料什麼的,會習慣 不是,問題是為什麼同樣一件事情 你為什麼兩套標準 藍營也兩套標準啊 那時候我把喬丹的錄音帶提供出來的時候 藍營很多議員罵我啊 說我這個錄音帶提供啊,怎麼可以這樣 結果他們現在自己拿出來了 又是另外一套標準 你對我的標準 是我竊聽市政府 對藍營的標準 是喔,這個文化不好啦 你這樣差太多嗎 來,簡報第一頁 蛤? 為什麼差別這麼大? 市長,可以說話嗎 我還是覺得這是不好的文化 這是不好的文化 你的反應態度差很多耶 一個是文化不好 一個是竊聽 兩套標準耶 你怎麼對藍營這麼客氣啊 還有一點啦 像我們市政府開會 市長,你都牽扯遠了 我只告訴你這兩件事情 你的態度怎麼差這麼多啦 這跟外面的是 你怎麼對綠營的議員 跟對藍營的議員 態度差這麼多 一樣啦,差不多 哪有 我給你指責說我是竊聽耶 多大的指控啊 你怎麼不敢去說 王洪會竊聽 尤淑會竊聽 蛤? 這還是爆料 我給他爆料文化也是壞事 市長 你覺得藍營啊 為什麼這幾天 也對你這麼狂追猛黨 是不是因為1月29號 郝龍斌 給你鼓掌說要藍白河 結果 黃珊珊說 比賽靠人家沒出席 柯文哲又說 啊太過政黨本位 因為你們不買單 所以你們今天被打臉 被狂修理 你會不會覺得是這個樣子 我都剛才講了嘛 其實我個人是 綠白河做的經驗比較多 還沒有藍白河做的經驗 不是啦 我都問你的 你不要再跟我討論到綠白河 對啊 所以綠白河還有可能 藍營 是不是因為好龍斌 在1月跟你提出藍白河 你不買單 所以你今天開藝被藍營狂修理啊 是不是 我每天都被很多人修理 我也習慣了 是不是 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不會啊 之前還藍白一家親 怎麼過了一個寒假之後 然後 藍白 就要 這個 要儲和漢界了 要被狂修理了 不管藍的綠的每天都修理 我會習慣 其實你如果不當市長這個位置 就不會有人修理 對啊 就是我妨礙很多人賺錢 妨礙很多人的權位 是這樣嗎 好 很好 來我們接下來看 柯文哲到底是 妨礙了很多人賺錢 還是幫自己人賺錢 這個台北捷運公安意外頻傳 剛剛許淑華議員有講的 3月11號晚上的時候 新普站電梯下滑意外 搞了四五天之後才開記者會 然後呢 淡水信義台大醫院軌道失火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剛才那個苗柏牙有講 我想是這樣啦 既然 議員有批評 我都會自己列管 我問你啊 你有列管失火的事情嗎 這個 苗柏牙議員有講的 我就會把它列管 那我之前開記者會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沒有那麼多 那你睡著了 議員開記者會說 軌道失火 我跟你講 你沒有看新聞 所以你這個市長就在睡覺嘛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你這個市長就在睡覺嘛 你這個市長就在睡覺嘛 如果你要購買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是有獨家的好看